中华队在经典赛表现优异 也让各界对于棒球重新燃起了热情 不过今天有台北市议员指出 台北市教育局举办的教育杯三级学生棒球锦标赛 去年健康国小夺得冠军 但是现在都已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这些选手还拿不到奖金跟奖状 让辛苦比赛的小朋友好失望 台北市101学年度教育杯三级学生棒球锦标赛 上午开幕 今年再度来参加比赛的健康国小 却发生去年拿冠军 到现在都还没拿到奖状跟一万元奖金 市议员跟家长出面批评 比赛简直是玩假的 大人的世界而导致小朋友受到欺骗 那就一个妈妈来说 我觉得对她来说是一个很伤的伤害 我们培养我们的所谓的棒球的种子 是这样子的欺骗我们的学生 伤害小朋友的心 台北市教育局解释 去年原本只有硬式的棒球比赛 不过许多学校资格不服无法参加 才会另外增设了软式比赛 给大家观摩学习 因此只发奖杯不给奖金奖状 不过如果小朋友感到受伤还是会补发 我们最半我们一周以内 把这个奖状发给我们的选手 奖金的部分按照那个程序 他一起申请我们一样会来合播 教育局强调教练都知道比赛规则 可能中间沟通有落差 才让学生家长误解 不过台北市议员强调 要鼓励学生打棒球增强基层实力 只是发奖状跟一万元奖金 市政府实在不该斤斤计较 记者 林志明 庄志成 台北报道